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今年反常事情太多 发生了太多了灾难 这也让很多人有些担心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还会有灾难发生 然而就在前不久 三位全球有名的预言家 竟然做出了同一个预言 预言2024年4月底将会发生大灾难 这是他们根据天体变化 从而做出的预言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三位预言家很多人都很熟悉 他们分别是阿南德、拿都、郑伯剑 以及弗兰克、阿南德和郑伯剑 这两位预言家大家应该不陌生 他们因为2019年的一则预言而爆火 一夜成名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预言家 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他们每一年都会做出很多预测 就在前几天 郑伯剑就曾表示 从今年的4月8日的几末月开始 就已经进入了几末月 而且末月所对应的属性是土 在这期间 土的能力非常强 会聚集起来 因此他提醒人们 4月到7月要特别的小心 很可能会发生巨大灾难 而与此同时 另两位预言家 弗兰克和阿南德 也给了人们类似的警示 阿南德从费陀占星术的角度 给出了建议 他表示 因为太阳月亮木星罗侯极度 几个星体的聚集 很可能会引发灾难的发生 就比如 大洪水火山爆发地震等等 特别是地震 因为他预测的那件事 与地震有关联 除此之外 他还预测 因为几颗星体的影响 在4月份 极端气候会非常的多 而最后一个 表示出相同观点的 就是弗兰克 弗兰克 大家应该不太熟悉 但他确实是 今年十分火的 一位预言家 因为就在去年的2月 他曾发表了一篇推文 表示在一个区域内 近期很可能会发生在7.8级以上的地震 然而巧合的是 就在他发表完推文没多久 土耳其就发生了地震 而土耳其就在他说的区域之内 这也让他迅速爆火 数万人都涌入了他的账号 想要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毕竟地震根本无法提前预测 就算是最先进的一切 也最多只可以提前几十秒的时间 预测到 但这根本就无济于事 而根据弗兰克所讲 他之所以能预测到一些事情 这是因为 他是太阳系几何组织的调查员 他认为太阳系中的天体 可以预测到一些灾难 并且他还警告人们说 四月份可能发生地震 四月份是一个高发期 因为他发现在四月中 金星和水星会合下 并且还会与地球形成一个90度的角度 并且在四月会出现罕见的天体现象 地球水星 金星火星海王星会在一个直线上 这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他预测 四月很可能会发生地震 在视频最后 阿南德还警告人们 这三个生效 在四月尤其要小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阿南德说 在我们的一生之中 总是避免不了会遇到一些劫难的 每个人命中的灾难 都是上天注定的 2024年4月开始 以下几个生效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第一 生效属龙本命年行太岁 2024年生效龙会面临本命年 行太岁的双重太岁力量影响 在流年运势方面 无论事业家庭 宅运爱情婚姻 都容易出现变化多端的转折 个人情绪容易焦虑不稳 做生意合作 也会遭遇人事不合的矛盾与误会 大小事情倾向悲观消极退缩 面对爱情及婚姻容易钻牛角尖 由于运势起伏大 对健康也有损伤 疾病反复 久不见效 阿南德建议生效龙的朋友 在2024年 基伏行善 孝顺父母 感动上天 改变命运 在2024年 可以穿戴好运饰品 帮自己增添正面能量 像是胡眼石水晶 被认为能够增加 勇气保护和自信 有助于平衡型太岁的负面影响 而紫水晶 则有助于平衡情感 提升智慧 以及吸引好运和幸福 第二 生肖鼠狗冲太岁 2024年 生肖狗 面对太岁岁破星影响 会让生肖狗整体运势变得很糟糕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特别不顺利 2024年 情绪状态差 经常会处于抑郁 哭泣和不开心的状态中 人缘关系也会变得孤僻 而在当年遇到意料之外的钱财损失 破财不断 债务增加 手头会变得很紧张 阿南德提到 2024年会让他们的职场中出现一些变动 借由转换环境会遇到好的机遇 为人生迎来全新的改变 2024生肖狗的鹏 有一定要主动求变 千万不要总是贪恋舒适圈 建议穿戴水晶包括黑钥匙 有助于保护免受负面能量的侵害 帮助化解冲泰岁的负面影响 红玛脑能够增加活力和勇气 有助于平衡冲泰岁的挑战 第三生 肖 属牛破泰岁 2024年属牛人遇到破泰岁星影响 破级破坏有散乱移动之响 代表明年年运亦有突如其来的破坏 破财破损等 凡事多招惹口舌 空有小人作祟 导致夫妻感情不睦 家庭难得幸福 工作中也因人缘不理想 使得事业受损 甚至会遇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 阿南德提醒属牛的朋友 新的一年要以静之动 因为妄念妄想妄动 必遭灾殃 建议穿戴水晶种类包括黄水晶 有助于吸引好运和成功 以化解破泰岁的负面影响 玛脑则能带来平稳坚韧和坚持力 第四 生肖鼠兔害太岁 生肖兔为人温和 量大能容 而明年面临害太岁 引起生活中发生各种吃力不讨好 在工作上一场努力却遭小人暗算 只是努力许久的成果就此付诸流水 做什么事都成效甚微 无论付出多少努力 最终都得不到收获的窘境 阿南德建议穿戴水晶种类包括古晶石 有助于带来好运和自信 同时平衡害太岁的负面影响 以及玫瑰石英 能够平衡情感 吸引爱和和谐 最后 阿南德还说 对于不同的生肖有不同的影响 有些生肖会因为与太岁相冲或相破 而遭受凶兴的困扰 但是有些生肖会因为与太岁相和 而得到极心的庇佑 那么在2024年4月 哪些生肖会有好运呢? 第一 生肖蛇 时来运转 贵人相助 鼠蛇人在2024年4月底的运势 是非常好的 他们在事业上会有很多机会和挑战 能够展现自己的才能和实力 他们在财运上也会有很多收入和收益 能够实现自己的理财目标 他们在感情上也会有很多桃花和缘分 能够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或者增进自己的感情 这一切都是因为鼠蛇人在2024年4月底 得到了天喜天德福星 文昌等多个极星的照耀 这些极星能够给鼠蛇人带来好运 贵人智慧学业等方面的好处 特别是天喜星 能够让鼠蛇人在感情上 有很大的进展和幸福 鼠蛇人在2024年4月应该抓住机会 积极进取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 他们应该多与人沟通交流 结交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朋友 或者合作伙伴 他们应该多学习新知识 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养 他们应该多关注自己的感情生活 表达自己的真心和诚意 第二 生肖猴 财运滚滚 全市多才多艺 2024年4月底 鼠猴的人会迎来财源广进 多才多艺的运势 对于他们来说 本月是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也是扩大财富和社交圈子的关键阶段 让我们进一步拓展鼠猴人的运势 深入剖析鼠猴人在4月底 将面临的处境和应对策略 2024年4月 鼠猴的人会全是聪明才智和多才多艺 他们工作灵活多变 能很快适应新环境新任务 鼠猴人有出色的沟通能力和组织能力 很可能在团队中发挥关键作用 甚至得到上级的 信任和重用 本月将是事业繁荣的时期 鼠猴人应该保持谦虚和进取的精神 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 以迎接未来更大的挑战 2024年4月 鼠猴人财运滚滚而来 对于投资理财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能够抓住市场机会实现财务增值 鼠猴人善于冷静思考 可能会在投资项目 或商业合作上取得成功 给自己带来可观的回报 不过 鼠猴人也应该保持谨慎和理性 不要过于轻敌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 要坚持谨慎投资 防止盲目跟风或投资风险过高的项目 4月底 鼠猴人有机会通过社交活动 拓展人脉资源 他们的热情和机制 会赢得别人的喜爱和认可 通过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鼠猴人可以结识更多有趣的人 和有用的同学 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和合作机会 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社交过程中 鼠猴人应该以真诚和耐心 来建立牢固的人际关系 虽然运势不错 但是鼠猴人在2024年4月 需要继续学习和创新 需要保持进取心 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 鼠猴人善于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4月底可以通过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为事业发展获得更多优势 保持学习和创新的态度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脱颖而出 2024年4月 这二大生效 将迎来充满机遇好运的时刻 事业财富爱情健康方面 都会有明显的进步 但也要注意谦虚和理智 防止过度自信和忽视风险 爱情和健康方面 注重沟通和关怀 保持豁达的 态度同时不断学习和自我成长 将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定要勇敢地面对挑战 相信自己的能力 抓住机遇 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